因為趕快來的禮拜集都搞不清楚 我們來賓博弈 大家好 嗨 韋翰 大家好 這個禮拜又到禮拜 禮拜四了 對啊 那要打籃球了 又要打籃球 那個土城的那個火 離電池到底是要用水還是不要用水 怎麼一個專家冒酒 要用大量 小的離電池用乾粉式的那個就可以 那如果這個像是割草機的那種 那種算小型的離電池 那可以 對 還算小 對 我想大的是電動車那種 電動車電動機車就大了 我看它綜合了各種最糟糕的狀況 巷子是窄巷 然後裡面的那個樓梯是打通的 就燒得很快 救得很慢 然後離電池它到底能不能用水 這個又講的也不是很清楚這樣 不 焦離電池水足夠量大才可以 如果你水不足夠量大 因為離電池它本身的活性反應很高 所以少量的水反而會引起它二次的再燃燒跟爆炸 所以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欸 蔡蔡 你們兩個做得有點分開 就感情不是很 我過去 我來 我來 萬根你不用動 我來 沒有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今天分得有點開 沒有 差不多 一點點 是嗎 沒關係啦 這樣可以啦 好 可能偉翰 偉翰看起來最近變瘦了 其實你長得有點像那個 知道有人跟見他了 他說他早上就知道有什麼 其實我覺得 巧欣公布得那麼清楚 他有一張照片是最奇怪的 因為那個綠的人都在討論的時候 巧欣應該有認識那種有沒有 真心色 對 或狗仔 上次陳時中不是也有拍到嗎 可是我覺得狗仔通常會試這種照片 有兩種狀況 一個就是他們還有別的 慢慢切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可能跟了之後 發現沒什麼 那只要把違規的給 還有第三種啊 還有第三種啊 蛤 就是狗仔拍到我覺得不錯 上面說不要啊 對啊 我的意思就是 是啊 就是方向不錯 我的意思就是第二種啊 我的意思就是第二種 上次那個好像也是這樣 不過我好心一點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這個狗仔如果他長官來講說 因為他會要求這是公司的資產 你不可能拿出去 這看起來很像是狗仔這後面就全成根啊 跟蹤有違法嗎 跟騷法只是性別差別喔 那個沒有跟騷法 跟騷法是對他有那個性意圖 對 如果有違法週刊不是發單一對 對 所以這到底有沒有違法 但是因為他現在把他公佈對不對 他現在講上綱到國安 對 他現在就是說我心生畏懼 他當然這樣講 他就跟警察講說 我看到有一個人公佈我的影像 那所以我報警嘛 那到時候警察 如果我被人家跟蹤 我有沒有資格違規 不行 不行啦 違規之後畫舉證說 啊 因為有人跟蹤我 現在違規第二部分就是 這影片可以拿去檢舉他 他一定被開單 那問題現在看有沒有人去檢舉 不然就是交大隊 交大 Hanım也自己處理 交大現在直接要事處理 這樣去處理 對啊去處理 不過那一般很少會有這種 就消大讓我們去找 網路上清單進去處理 那這個案就公佈出來了 通常是拍到的人去處理 可是這個問題是 如果過一陣子問他交大有沒有處理 沒處理大家會罵他 所以這個交大一定處理 交大一定處理 所以我就说 这东西原则上 第一个跟踪你 有没有违法 如果他不是跟骚法的话 原则上 但我们没有鼓励大家去跟踪 我们只是就事论事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他是被检举的 代表那是有个资法的问题 你不能够去调检举人是谁 不行 所以他说这个如果报警的警察 如果让王毅川知道是谁 拍上照片 可是如果警察 我是看新闻去开罚 这样我就没有检举人了吧 有还是有 还是要有检举人 不能够调出来这个里面的内容 那我发布资料是徐晓鑫 我可不可以说检举人是徐晓鑫 应该 有点怪吧 如果他没有检举的动作 对他可以自己来侦办 他可以主动来侦办 但是这个带子的个资 是不能够公布的 可是我觉得比较诡异的 因为晓鑫还公布了一张 他头发很乱的走出来的照片 因为你如果说是这个检举人 检举到他行车违规 那何必特别强调那一张 我就有点搞不懂晓鑫的操作 他是不是要让这个王以川 就是抖了一下 抖一下这样子 我不知道 包括巧鑫去公布民进党党政会议 民进党也是吓一跳啊 你怎么会知道那么清楚 但是那个真的一定有内鬼 我觉得我觉得徐晓鑫连续两天 就是他就是威力展示 对火力展示 但他要有一个那个怎么讲 就是安全控法就是 那这样子这么明显的 怎么讲就是先进来 那人家不是不是那个是后续 人家会回头看你怎么会掌握这些 就你火力展示 人家会不会更大的火力来展示 那个哑巴蛋以后 我们的情报员在大陆就 我觉得现在自愿意真的很难管 脱哨以前我们至少会送军阀吧 枪壁 不到枪壁 但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是观景壁嘛 如果情节非常严重 叫不听的我们就送 没有人要走 现实状况是这样 因为这个事情是上新闻的所以我们才讨论嘛 那没上新闻就按看 而且你说脱哨这个事 说不定上哨之后还在喝酒 对不对 因为我看士官长 明明就是执行中 然后还喝酒 对不对 还酒驾 对啊 就是一定都有认真的 但是也有一些离谱的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你对那些离谱 你没办法 而且我们现在兵不足 有些事情可能 随便讲 意乌意的我觉得还比较好 比较不太敢 自愿意的我那个时候当然是宪兵嘛 宪兵应该都知道我们是 我是在这个总统府旁边的那个 你说自愿意的宪兵老屁股是不是 什么老屁股还是很新屁股 早上点名的时候旁边那个 一个长官直接靠着我跟我说 我喝醉了 点名先帮我举手一下 直接现场点名站到我旁边 靠到我旁边 随便啊 宪兵是这样子 而且我是指挥部 那他是刚签的是不是 不是啊 不然你说他年轻的 他就是 他已经到上市阶级了 所以大概入伍大概三年 超过 对不对 三五年这种的 但那时候没有军阀了吧 没有那时候也没有了 你当变的时候已经发生 我在指挥部里面的 这军官牌里面的人 现场直接倒在那边随便 他跟我们差没几岁啦 对啊 你那时候还是有军阀吧 他差五 四十二没有了吧 你现在几岁 黄宗邱之后才没有军阀啊 那可能好有 对啊 你1982吗 81年底的啊 对他1981啊 对啊 那你是不是说还有军阀 还有军阀是不是 所以说那时候就 就是这样子 可显然那时候军阀没什么感觉 你没有觉得军阀存在的感觉 就是现场真的是 我老讲 以前我们有一个 我们以前有一个阿兵哥 就是一天到晚 就是没有按时 回到部队里面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 非常非常多次 然后有一次连长就很生气 就命令我把那个人 送法办这样子 那时候法办非常麻烦 因为我们是在大渡山嘛 然后独立单位 法办他呢 我还要在层层层层去盖章 最后我还要押着他去 这个军团里面的那个 那个军事的单位这样子 去 你就印象很深刻哦 就军事法官 怎么样 什么事 然后我就说 我们这个弟兄呢 就是常常都不按时回来 隔一两天 这个恶行众大 完了这个 改都改不了 怎么改都改不了 不是愉嫁回归 可是好几天 很多次 然后 而且他已经关过好几次紧闭了哦 那时候还有紧闭哦 关好几次 所以这该法办了吧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 那个军法官就是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法办的 待会儿去把它关好就好了 然后我就这样 再从那个军团 滚滚滚滚滚滚 滚回我们大渡山 再来关起来 然后连长就开始干我 我就说连一个都关不了 然后说 我又不是军法官 但后来每次他休假 我们都很紧张 爬又不回来了 他就是 他就是看哪时候回来而已 这也是很奇怪 后来也算你退伍哦 有 我记不得我喜欢吃的那一款叫什么 就是橘色的外包装 一包40块钱 很好吃 有一个大陆的网红专门去 他在韩国 他专门去便利商店里面 他很厉害 他会把里面的东西 泡面 大炒年糕 我知道 一个女的 对 什么羊羊羊 还是什么 他专门 他专门跑到韩国的超商 然后加你 就是更走食物 怎么加怎么加 他每一个东西都是复合的 比如说他光是汽水 他拿一个冰块 然后再拿一个冰淇淋 再拿一个 然后就把它变成这个漂浮 他就把东西三色样合在一起 然后他吃泡面 有没有 他就辣炒年糕 跟起司放进去以后 然后去微波出来 他那个热的东西 他几乎都会加起司 但是没 所以每个起司加上去 就很香 很好吃 韩国后面很多人想加起司 哦 对啊 可是 他很多人喜欢 所以我意思说 他那个东西就都很 热量都很高 应爆高的啦 就很高 对啊 就就吃一次 而且泡面 我吃泡面我还会喝汤 嗯 觉得汤蛮好 可是你喝完汤 你就知道你惨了 对 因为那碗汤大概就是 很多人是不会喝汤 包括吃牛肉面的时候 就汤就是一两口 浅尝一下 你知道吗 其他的不敢喝完 泡面 如果你直接去把泡面放进去 加热 喝他的汤很好喝 但是如果你把泡面加热完 这把汤沥掉 再倒入他的酱 存出去吃 然后再加汤进去的话 汤会变得很难喝 因为汤好喝的东西 都是从泡面里面 中解出来的 所以最不健康的东西 我觉得他聊天室 应该很多妈妈 会开始说 不行啦 不太吃泡面啦 真的 而且我会想吃那个 豆皮泡面 嗯 豆皮泡面 日本的豆皮泡面 稻荷豆皮 对对 就给你放一块豆皮在那边 我觉得很好吃哦 乌鲁面 豆皮是不是很会稀油啊 所以豆皮会变得很香 咬下去都是那个 汤汁 可能我觉得很好吃 在台湾卖好贵 想要去吃东西 台湾比日本贵了两三倍吧 哇他下礼拜有三天 立法院又要烽火的一天了 三四五啊 那又在那边表决的时候 又要 就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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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些案子 一天之内可以表决完吗 可以啊 那就一下子而已啊 六个一啊 是哦 六点而已 不会说这个每一条都要来 这个冲进 六个负益而已 好 那 但是我这怀疑六个负益 没错啦 我这件事吵架的时候 才三四个就搞不定了 表决一下要休息半小时啊 只是那个吴思耀说 他不会去占领主席台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是很好奇的 柯建民不敢被输吗 那吴思耀说不会 你复议案占领主席台 那你要占领到哪一天啊 因为对国民党来讲 复议案除非 他没有时间压力啊 国民党就 法令就过了嘛 你就赶快公布了 上路了啊 那应该是民进党急着要 可是复议案如果 最后结果是没有 不是退回去的结果 而是直接没有审 他就失效啊 他是失效啊 失效就是 对啊 所以民进党 没有案子了 就是不管哪一个理由 民进党没有 没有必要让他一直拖下去啊 失效 失效指的是 之前的决议没有用啊 对不是复议事 如果民进党法院没处理 对是国会改革法院没效啊 但是这时间要多久啊 15天而已啊 哦那他要占领15天哦 不会吧 他只要表决的时候 把你过就好了 只能表决就两天啊 二跟五表决而已啊 他现在21号完之后